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小伟在这里给家人们 讲一件重要的事情 真的让我特别特别的 为难特别特别的伤心 昨天一个晚上没有睡 搞到现在的话 我想了一下 有那么多关心支持我的家人们 还有一直以来见证我的家人们 在这里我给家人们讲解什么事情 就是关于我跟小焦我们俩走到一起 昨天发生了一点事情 可能很多粉丝朋友们也看到了 就是我跟小焦回巴东的路上 小焦跟那个孩子他妈哈 两个人炒起来了 小焦的小焦的心里是十分的怪我 说我没有站出立场 因为当时我在开车在高速上 一百码左右的速度 我就没有去那个说水 也没有去理会这件事 都是小焦跟 儿子他妈他们两个 一个说东一个说西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最后小焦就特别生气 跟他们闹得不愉快 说我 为父前妻哈 今天在这里 既然我做这个自媒体 一路过来都是我的粉丝朋友们 看着我过来的 今天在这里我想说 儿子一直以来我小伟 是负责任的 也是负钱的 该父亲尽到的责任 我都尽全力的在尽 由于儿子离他外父家才尽 我这边一挂 或者说怎么样 他就跑到外父家去 我这边严格 他们那边的话就是 虫 疼 现在养成儿子 每天就是 隔三差五的就像我 要钱啊 而且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 他妈看到我跟小小 现在在一起过得好了 还是怎么样 总是在我过得好的时候 就 跟儿子他们 想尽沟通办法 来插一杠 来把我们搞得 吵架 搞得不好过日子 今天我在这里想跟所有家人们说的是什么呢 我小伟跟他 从08年分到现在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 纠纷和瓜葛 也 我小伟特别我在这里声明一下 我对他 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死心了 脑子里面 心里面 从来都没有 对他还有什么 所以说 我希望他 不管我跟小小 我们俩 怎么样过日子 不要打着儿子的借口 或者跟儿子撑腰的借口 来打乱我们的生活 两个人 不能走到一起 我们共同祝福 不要以各种理由 去 去介入别人的生活 去那个 看不到别人好 当初 是你 狠心 抛弃我跟儿子 说我们 啊 就说我穷也好 怎么样也好 不好也好啊 这个人 我们就不去 说那么多了 今天我就是 必须的 通过我的视频 跟所有的家人说一下 就免得有一个别的粉丝朋友也说 我跟我前妻或者怎么样子的 拿这个为借口的 这个纯粹是没有的事实 全都是借口 我小伟 宁肯 就算我跟小小不能走到一起 现在因为小小也在跟我闹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我跟小小在一起这几个月 我豁出了很多 但是 我觉得值得 不管 他现在啊 跟我在一起 或者以后不跟我在一起 我小伟 跟我 小孩的妈妈 永远不可能 今生不可能 永远来世也不可能 因为 我心里没有他 他 怎么对我 我也不讲了 我想生命的是 不要来打乱我的生活 十多年了 儿子 我豁出多少 应该儿子心里清楚 儿子现在叛逆 是什么样养成的 他们应该清楚 所以说 真的 这次从巴东回来 一个晚上 昨天晚上开直播 搞到 十点多钟 快到十一点 嗓子都沙哑了 接着小小 又说我 没有站在他的立场 还有 跟小小我们俩在一起啊 家人们也知道 就是我们这个账号 得到了 很多 善良的粉丝家人们的 关注 和支持 今天在这里我想把这件事情 说了之后 在我的世界里以后 关于儿子的事情 我该 应该给他多少 他生活上所需的 我小伟 一生 不会少拿给儿子 如果说超出 正常生活 正常开支的 其他的 我这个当爸爸的 也不能去灌着我的儿子 不知道我这个 决定 家人们觉得 是对 还是错 由于我 真的也是 家在中间 很受累 这次专门从巴东回来 我也是 想了又想 亲自回来 最主要的就是要把 儿子的事情 给他弄好 毕竟来讲 他还未成年 所以说 他的护养权在我一起 由于我跟他的 妈家离得比较近 所以 经常我管教儿子当中 我这边管 他们那边就重 我也 现在他这么大了 身高都一米七八了 我说真一话 我希望我儿子 看到此视频 能够理解 你老爸的苦 理解你老爸对你的心思